刚刚结束的国庆跟中秋双连假 国道路况并未塞破记录 不仅中秋收假日国务提前晚间六点半解除高程载 国庆收假日高程载同样也提早在晚间起点结束 没有引发过多民怨 让交通部长林家龙松了一口气 我想比我们预期的路况还要顺差 充满感谢也放下心头的一个重担 这个跨年还有春节期间提早做规划 双连假书运缴出漂亮成绩单林家龙笑容满面 但2019年坍塌的南方澳大桥虽然已动工 但却遭立委质疑 之前代管的港务公司没有善尽维护检验职责 重建后是否依旧有港务公司管理 桥梁维护跟管理必须要有明确的单位 新的变更之前就是我们的港务公司 另外重大交通建设像是基隆轻轨升级捷运 还有捷运明系线如何整合进合路线 以及针对北夷高铁11月提送期末报告 还有花东铁路爽轨电气化 目标在116年全线通车都是民众关注焦点 以前到现在都是中西中东能够让所有的车辆便利的去通行 正如话是降流部让它打打开 台湾大众因素的话必须要建立起来 也有专家认为到底是解决速度太慢 一票难求还是服务水准不佳 哪些问题交通部在推动 交通建设前一定要确定才能探讨是否对症下药 解阳施续会生态被承拨斗